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11月12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上期节目呢,讲到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誓言在上台后第一天就要签署行政令取消赴美生子 也让很多有这样计划的家庭啊,坠坠不安 那确实呢,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在签证签发端以及入境美国端 还有在给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办理身份这一端呢 增加更多的障碍来尽量的减少赴美生子的人数 但是呢,赴美生子的基石,也就是美国的落地国籍呢 它是很难去改变的 这也是不少家庭心中稍稍有那么一丝安定的原因啊 但是呢,罗宾大叔今天就想来讲一下 美国的落地国籍是不是就真的那么坚如磐石 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 大多数人呢,如果对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稍有了解的就知道 这个落地国籍呢,是写在美国宪法层面的修正案当中的 它规定了只要出生在美国领土范围内 即可自动获得美国公民 修改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呢 是一项非常繁杂困难的事情 它需要两党都要同意 然后呢,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都投票通过 才有可能修改的 所以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像川普这样现在受到广泛支持 拿到参众两院以及最高法院 还有他本人总统身份的情况下呢 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呢,大家都还是比较安定的 觉得这个落地国籍是不可能被取消或者修改的 但是呢,罗宾大叔要泼一盆冷水啊 还是有办法修改的 如何修改呢? 这其实就要提到当时一锤定音的这个黄金德案了 黄金德案呢,可以把它看作是赴美生子的奠基石之一 就是因为当时呢,这位叫黄金德的华人 他是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的 根据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呢 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没有美国公民身份 即使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 他也不认为是自动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黄金德呢,后来经过重重的法律诉讼啊 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然后最高法院判定 黄金德因为出生在美国 无论其父母的移民身份或国籍如何 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然后呢,黄金德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 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呢 是用美国全联邦的 而且呢,作为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 对于后面所有的法律诉讼 都是有这个先例效应的 把这个事情彻底的给一锤定音的解决了 以后所有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新生儿 不管他父母的身份如何 都会自动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那黄金德按一个主要的这个争论焦点 就在于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公民 然后他加了一个这个限制语 或者加了一个定语 叫授旗管辖的人 将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那对于授旗管辖呢 双方都有不同的理解 黄金德一方的律师认为授旗管辖 就是黄金德的父母 人在美国的国土上 他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 另外一方觉得黄金德 不应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呢 觉得授旗管辖指的是 黄金德父母 他们作为外国公民的身份 是受到外国国家的管辖的 那所以呢,基于这一点 他们觉得黄金德 是不符合美国这个宪法第十四 修正案公民条款的 所以他不应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最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支持了黄金德的这个说法 就是他们的父母是在美国国土上的 也就受到美国法律的约束和管辖 所以呢,黄金德是有美国公民身份的 那现在如果川普想要颠覆 这个美国的落地国际法案呢 修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唯一的办法也就是采用逆黄金德案例的方式 再次通过最高法院试法的方式 来改变落地国籍的解释 他不需要完全改变这个条款 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解释的方式 就可以把富美生子 落地国籍的这条路给彻底堵死了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 可以去找一个富美生子的家庭 跟他打官司 挑战他们的孩子的美国公民身份 然后经过法庭的判决 比如说在地方法院 然后联邦上诉法院 然后在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如果在最高法院 最高法官支持了美国移民局 或者美国官方的这个说法 即父母双方没有美国的任何公民 或者绿卡的身份 他们是不受美国管辖的 所以推出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孩子 不自动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如果最高法院是支持这样的说法 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判决 就不利于富美生子家庭的判决的话 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判例 那这个新的判例 因为是最高法院做出的 所以对于全联邦都是有法律意义的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解释法律的方式 在事实上改变了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这样的话呢 富美生子就等于走向终结了 如果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孩子 想要自动拥有美国国籍 父母当中至少一方是要有美国身份的 比如说绿卡或者公签或者学签或者访学签之类的 旅游签或者非法进入美国 没有任何合法身份的生出的孩子 是无法自动拿到美国公民身份的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条可行的通道 而且呢 这个时间上也是来得及的 黄金德案呢 是从1895年开始打的 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做出判决呢 是1898年 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有这样的心思 在他任上的四年内呢 是来得及做这样的事情 更不要说后面如果是在总统竞选啊 可能共和党人仍然有机会 拿到这个美国总统继续深耕这件事情呢 那就更不好说了 那有人说这个事情真的靠谱吗 是不是只有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呢 那还真的不是有成功的案例的 成功的案例是什么 就是美国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境合法 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然后在2015年 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同性婚姻的这个判决 然后这个判决对全联邦都有意义的 所以美国所有的州 不管喜欢不喜欢 都必须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所以说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的坚如磐石 但是呢我觉得啊川普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动力 这么大的意愿去通过一级一级打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去影响赴美生子的基石落地国籍 这件事情呢还要画一个问号 毕竟他现在主要的精力呢 还是放在驱逐美国境内几千万的非法移民上面的 所以呢具体怎样还要拭目以待 但是赴美生子受到限制肯定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那我们就静观事情的变化再说吧 那无论如何呢去申请一个美国签证 绝对是有利无害的 最好是在他真正上台之前 拿到这个时间美签 落袋为安是最好的 否则一旦他上台以后 这个情势的变化真的可能就超出我们的预计和控制了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永居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